濃濃黑煙直竄天氣 因為紡織廠區對方大量易燃物 導致火勢來得又急又猛 就連陽眉區幾百公尺外的馬路上 也都清楚可見 換個角度看 黑煙不斷在空氣中擴散 附近民眾都嚇壞 駕駛也放慢車速 就擔心影響就在進度 第一時間火速抵達現場 消防隊員不只要將火勢給控制下來 黑得把受困員工給救出 但週日上午應該是停工狀態的紡織廠 怎麼會突然傳出火警意外 附近住戶立即把矛頭指向這個原因 火災發生地點就在桃園陽眉中心紡織工廠 二號上午九點多傳出火警 從四樓一路延燒到六樓 警銷貨報後立即到場控制火勢 二十分鐘後將陳姓男子救出 索性意識清楚沒有大礙 不過將近十二點才發現另外兩人 緊急送一搶救後仍然不至身亡 恐怕就是工廠內易燃物實在太多 還沒撲滅完殘火火勢在下午一點半 竟然又捲土重來 根據了解外包廠商特地選在稅修進行通風管維護工程 不過機台都停止運作 怎麼還會釀成大火意外 還在等待火勢全面控制後火釣科人員重回現場 才能進行採證 已經死亡火警正向 近新聞中文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